先发队员12号李莹盈 今年第一年主打 扣球的时速超过了106公里 显然我没有完全的实现这个身份吧 影响我们自己的技术发挥 中国队是不敌意大利队 只步了八强 我们可以技步如人 但是我们女排的乒乓精神不能输 李莹盈的冲进短球 再给李莹盈冲进拿短球 调整个魂的踢队 这次会晒动了 2个就双冲 2个后排 1个后排 3个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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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后排 2个后排 2个后排 拿 然后下了 下了 下了 你看我10年来天天到现在 我用了12年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福岗路9号提供到的这个宣传馆里 比我在我的老家生活的时间还要长 那年我是选队员到齐齐哈尔 当时就是看到他在前排 别人都在那儿站着 他跟你学特别认真 感觉这个小孩有灵性 他的胳膊也比较长 腿也比较长 跟他开玩笑 喜不喜欢到我们天津去看一看 看到我们这个训练 这个环境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不回去了 在天津 像时候参加的训练 十岁也不懂 然后就觉得我挺喜欢排球 当时很坚定 我就跟我妈说我想留在这 然后我妈妈也就同意了 因为我才十岁 然后拼音队是全国出的名店 非常累的队伍 就不适应吧 然后很想家 经常就跟我妈哭着打电话说我想回家 我妈也会说那你就回来 但是我又不想这么回头多远的回去 然后因为当初是我自己选择我要留在这 所以后来就坚持到了 李盈盈 下来扣动第一分 还是李盈盈 李盈盈得分 这样的话李盈盈就追平了 此前由朱婷保持的女排顶级联赛 个人单场43分的最高得分记录 再得一分 李盈盈44分 第45分到手了 再一次改写了女排联赛历史记录 李盈盈 刚出道的时候 自信心很强 谁也不怕 然后有那种打球的霸气和那种胜负欲 因为国内当时又说我的那个得分棒 觉得是带光环进的国家队吧 当时拿到12号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件球衣背后的意义 我只是很高兴 因为国家队是我梦想的地方 我很开心 我有了一件国家队号码的赛服 就是很开心很幸福 18年我觉得是一个卡吧 就很难度过 从听进去到国家队以后 就发现都是比我厉害的节目 然后发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很大 就当时觉得好像我有点融入不进去 就是觉得好像我在场上 我是一个漏洞 作为一个优秀的主攻手 不能说我得19分 我送18分 当时郎导就觉得我可以练好遗传 让我练 我就练 当时别人早上8点半进了 我7点半要进过 晚上也要加练 但是郎导就说没问题 我相信你 然后就让我在比赛中去练 自己突破了心理上这一关以后 基础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一二加油 加油 当我第一次站在奥运会赛场上 然后地上五环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心情很激动 这么多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终于就站在这个赛场了 奥运会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最后取得的成绩 确实不是很理想 一二加油 18年到21年这一个周期 我都是小孩在过来的队 就更多的在在场下 因为大家叫我妹妹 之前也很小 就对一对小的在场下 给姐妹加油的那种 就偶尔会换上场 我今年第一年主打过来 可能肩负的事情会不一样 压力会大一点 在心理上会负担重一些 然后反倒影响我自己的技术发挥 她在世锦赛的时候 有一辆场球 我感觉她不是很有信心 那辆场她也跟我说了很多 我说世锦赛四年一次 你也要尽快地调整过来 想想自己以前打得好的时候 等到后一场的时候 我就能看见到她 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竞技体育有赢就有输 这很正常吧 我觉得更多的是 我跟女排的拼命经常不离 我们可以既不如人 但是我们不能输得拼搏精神 不能在关键球 包括关键场次 可以拿下这场球 还是这场比赛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吧 因为我才22岁 下一次的比赛中 我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我觉得是一个起点 今后我还是会对下一岸会去努力吧 成为党员其他代表 我感到非常光荣 她更多感受到的就是沈天天的责任 为你党员 她也是二十大代表 希望她 但是在队里 无论在训练当中 比赛当中 你都起到了 我犯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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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津女排1956年建队 到今天66年的时间 我觉得天津排就有人在接续奋斗吧 然后我们今天为止以共拿了31个冠军 这些冠军的取得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比气 所以天津才开启了排球阵上建设 我们现在都是建设者 然后也要拿出和前辈们一样 风声补比赛我的拼搏勇气 然后为天津体育强势建设 为我们天津排球阵上建设共同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